這邊最後呢 因為他這兩個範圍一定是固定的 B3到B16 跟那個C3到C16 這個都固定 其實只要改的地方就是什麼 這個後面這個B2跟後面這個這個B2 那把2的部分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改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OK 那加在這裡 然後這邊記得AND前後加空白 那雙引號到雙引號把它複製一下Ctrl C 然後呢 移到後面的話呢 把這個B2的2一樣改成這一個 特別注意喔 這個關鍵的地方 本來是B2改成I就可以了 改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兩個地方把它改過貼上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再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後喔 然後輸出 這邊OK了 那這邊研習時速也OK了 那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只要做到這樣子 這一題呢 就算完工了 不過其實後面只有個保護啦 我在想說那個保護有點太 太困難了 有點 等於又再再多增加一個難度喔 所以最後你就 假設如果是期末考試的話 你就把它直接存檔 直接存檔 然後上傳到Portal上去 這個部分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如果 考試的話 第一個 你就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呢 在旁邊做VBA 這兩個程式 寫完之後的話喔 然後把它做出兩個按鈕 所以這個步驟大概是 步驟一 先把公式做完 向下填滿 步驟二的話呢 開啟VideoBasic 加一個模組 加兩個這個東西 然後把公式 結果做完 輸出看看 看看OK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就是做按鈕 第三個部分 所以你就分別吧 反正一 二 三 只要是任何一題啦 都一樣 就會有三個部分 那你做完這一題呢 就算得分了